中文字幕 李宗盛 和平年代 消防员就是最危险的职业之一 科研医众队 速写大陆十层被困人员搜救任务 我说是 我之前加入国家消防救援队伍 卫护人民生命灾产安全 卫护社会问题奉献自己的一切 我们的职责是科学合理的救援 不是以命换命 我们的职责是保护人民 随时准备牺牲 五年前我遭遇了一次火灾 当年要不是那个消防员救了我 也就没有现在的我了 她是个什么样的人 她是一个英雄 我当时就觉得她特别地炙热 就像小太阳 不管遇到什么事情 只要她在 我就觉得很有安全感 我觉得这女孩非常善良 而且内心也非常柔软 所以我也希望像她一样 勇敢坚强 这次任务不能有任何的闪失 保护好群众 保护好自己 特别陆战 随时有战斗 战斗必开心 一年前 我和你一样 也在这等她 妈妈 我好像明白了 明白了 什么叫牺牲 敬礼 每一位烈士背后 都有一个破碎的家庭 在面对灾难的时候 我们也只是血流之躯 谁都不能避免死亡 我不需要你成为所有人的英雄 你去守护四方平安 我会守护你